自富通创业军事 是由香港贸法局创业快线全力支持 回到来创业军事的时间 本港的出生率持续下跌 为了协助夫妇解决不育的烦恼 有学者运用科技提高人工受孕的成功率 还将科研落地创办公司 可否先介绍一下 你们公司是从事什么业务 和当日为什么会创立这家公司呢 我们是一间生物科技公司 主要是提供一些会做人工上的女士 的卵子的测试 和改善他们的质量的服务 最初为什么会想到会做这件事呢 其实都是一个研究的项目 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女士 做人工上以四十几年来 都没有一些很明显的成功率的改善 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开始 民生将这些研究的成果 转化为一些可以帮助到 无千上万的女士的解决 将学术研究再演化成为 一个真正的产品服务的提供 你们现在是提供哪一类型的服务 又或者是说目标的客户在哪一类型呢 主要我们现在有两个服务的 第一个就是叫救卵 就是说可以令女士很多时 他们排的卵子有很多是会扔掉的 因为不成熟的卵子的情况 但是那些卵子是绝对正常的 我们就会令它可以变成成熟 和改变它的质量 从而数目可以用的数目就增加了 第二个就是说一些女士很多时候会雪蛋 我们都想令到那些雪的蛋的质量是好的 那我们这个基因的测试就是可以帮他们 就是说如果有些差的蛋可以避免去冰了 从而也都可以令到他们的成熟率高了 我听你刚刚说到有一个雪卵的服务 其实这样的目标客户是哪一类型呢 是会B2B 就是由你们提供给一些机构 还是B2C直接为客人提供服务呢 也属于哪一类型的客人呢 现阶段我们主要提供B2B服务 就是跟一些陈所合作 他们就会跟一些类似说 我们会多重的服务 可以为你加多重的保障 从而就会令他们的雪卵成功高了 TL 刚才你说到 其实你们最初的时候 都是从事学术研究 现在将这个学术研究 真的落地成为一个服务推出市场 其实当中有没有什么困难 又或者我这样问就是做学术研究和做生意 两样东西有多不同呢 绝对不同 非常之不同 做学术研究我们主要是寻求知识 是主要对死民的 最多是对老鼠 但是如果做生意就有两样东西了 做生意你要知道市场是需要什么 即使你是觉得你的研究的项目 或者你那个solution是可以帮到这些人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做一个好的市场的了解 其实是会事倍功半的 所以我们就都学了很多东西 就是说我们怎样去跟不同的女士沟通 不同的frontier 就是说做人工神的医生沟通 去了解这个市场的运作 那会不会你在一个团队的架构上 是去帮你去解决到做生意上的问题呢 比如你本身是一个CEO的角色 会不会还有研究团队 又或者还有一些市场推广的团队 帮你完成这个工作呢 我常常说我自己是chief everything officer 就是说我是什么都做 但是我的强行主要是做科研的 如果我要做商业当然可以了 但是也是会试倍功半 所以我很庆幸就是说初期我们是一个投资者 就是说他很喜欢投资生物科技 他也都帮我们去做我们的那个业务的发展 例如怎样去找投资者 怎样去做推广 这几方面都是好得到他的帮助 那我也很庆幸 这个不是一个很理所邦门的机会 在香港 因为香港始终是生物科技 都不是一个很comment的一个投资项目 听你这么说做生意和做科研研究 都真的挺不同的 但是就是凭着团队的支持 都可以令到事件或者生意可以顺利去发展 另外你现在是做刚才说过 就是做一个人工受人的服务提供 当中是包括旧轮和雪轮的服务 其实这个服务和这个行业 在市场未来发展是怎样的呢 或者我说一个简单例子就是说 如果雪轮来说 未来这10年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会多过超过两倍的增长 过去10年 如果我们看过去 如果你看美国 其实这10年那个叫做 女士那个生育的 我们叫Fertility Benefit 尤其是大的科技公司 他们都会给了很多女士的员工 因为是想挽留人才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要了很长时间 很大压力 所以市场是趋向 是会给多些这样的员工的福利 尤其是这些女士生育的福利给这些员工 听你这么说 这个是外国的发展趋势 以你个人经验 又在香港会不会也有这个趋向呢 我个人觉得是会有这个趋向的 尤其是在保险的行业 我觉得做女士这些 叫Fertility Benefit 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来的 Tierre 其实你做学术研究 就做这个人工受引 那现在就将它 演化成为一个商业的项目 其实市场上的竞争大不大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看 市场上人工受引这个行业 其实都很久了 存在了四十几年 人工受引的诊所都很多 但如果你看到 有没有这个技术 去令到这个成功率再上一层楼 其实是少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在市场上 我们是可以帮那些诊所 可以更加令到成功率提高 从而增加他们的竞争力 Tierre 其实现在见到政府都非常鼓励 和投放了比较多的资源 在生物科技上的研究 你觉得这个行业发展的前景是怎样 我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非常之乐观 如果你问我十年前 做不做到我现在一样 做不到 但因为最近几年 政府是对生物科技 和创科产业的投入 是下了很多资源 和人才的配合 我们会觉得就是说生物科技 在简单来说就是政府的资助方面是多了 那现在就需要 一就是需要同样了 就是投资者配合 就是说他们都需要知道 生物科技现在是正在来的了 希望他们和政府一样都一起去支持我们 这个生物科技的发展 再加上国家 大湾区 国家在十四五方面都说明 就是说创新科技 在生物科技这边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 我希望在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可以为国家推动这个创科达展 那你们作为一间生物科技公司的初创公司 在这几年里面的经验 有没有说有些特别困难的经历 又或者挑战解决了之后 真的很有满足感 可以分享一下 我想阿天你都看其他的初创 初创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 那我也都不想说太多资金这件事 或者我分享一点 就是很多时候有几些东西 我们都没有预期遇到过 譬如我们申请商标 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困难 就是说都会觉得你的商标不独特 我会拒绝你 那当然资金也是一样东西 因为始终做生物科技 我们需要做叫做 叫做臨床的事业 那这件事其实也是一个 需要很多资金和人才的活动来的 那我们很庆幸就是说 香港有很多人才 也有科学员有基金可以支持我们这些 这样的运作 所以令到我们这个叫做 classical 我们的startup 有时候叫做Death Valley 那里可以不会那么深 浅一点 刚刚听这么说 其实香港都有不同的机构 去支持类似你们的 生物科技公司 去建立自己的事业 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 或者参加完比赛之后 有没有一些联系可以帮助到你们去接触 不同的商家推广你们的业务呢 我想我最有印象就是我们参加第一次 贸易发展局举办的 startup express 那个初创的比赛 我们得了两个奖 那我很有印象就是说 贸易发展局他们真的落手落脚 帮我们不单止拿完奖之后就完了 他们是不断帮我们去推广我们的业务 和我们的研究 那例如他们会联系 就是联系很多不同的投资者 也都帮我们 放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令到我们曝光增加 这几样东西 也都是令到我们 为什么现在在这一步 我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这么成功的其中的原因 贸易发展局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推动 在我们这个初创的发展 还有它提供的一些对接 可能不止是限于香港 可以帮你对接到一些海外 甚至是不同地方的一些机构都做到 你说得很好 就是简单来说 无论是本地 我们叫local 国内 national 和国际 international 贸易发展局都是帮助我们 去联系这些不同的持分者 去帮我们 去开创我们的事业 未来你们公司有哪一类的发展方向 和新的托展模式呢 现在我们这半年 就会主力推动我们的卵子测试的技术 我们希望更加多的陈层可以用到 另外我们都会主力去做那个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需要很多资金 我们中间也需要找很多投资者 所以我们都会做很多不同的投资者的会面 和谈谈 今天多谢Tia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一间生物科技的初创公司 如何在自己的努力 和不同机构的协助之下 可以成功上轨道 将他们的学术研究 演化成一门真的生意 真的事业 多谢Tia 谢谢Tia 多谢 谢谢